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户门槛降低 以动端用户增加 人们对于简单快捷趣味性的需求增强 从碎片化的阅读到某音短视频 字媒体飞速发展 字媒体的快速发展和应用 能够帮助政府企业环节沟通危机 改进工作 但是我们都知道网络这是一把拴刃键 有利也有弊 字媒体同样如此 使用得当会有效地化解危机中的矛盾 而使用不得当往往会适得其反 那么在危机管理沟通中 如何用好自媒体这把双刃键 是我们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自媒体 自媒体又称Vmedium 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 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 一种提供与分享 他们本身的事实和新闻的途径 现阶段自媒体的主题 包括微博 微信公众平台 各大直播平台 短视频APP等等 显然意见 普通大众这个主要参与群体 决定了自媒体的 私人化 平民化 普遍化 自主化的特点 以及非规范化的弊端 既然自媒体存在弊端 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要重视 自媒体在危机管理沟通中的作用呢 大家都知道键盘侠的存在吧 键盘侠算得上是 推动自媒体发展的中流砥柱 它们造成的影响不容小觑 这也是组织要重视自媒体 在危机管理沟通中的必要性 看这组漫画 你就会知道键盘侠的厉害了 试想一下 如果当事组织对危机事件不闻不问 任由事件在键盘侠的催生下发酵伸展 这个危机还有解决的可能吗 因此要重视自媒体这个喉咙 不要让子虚乌有的负面消息 断送了企业的前程 现在我们重点来了解一下 自媒体时代背景下 危机管理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 自媒体这把双刃剑 比过去任何时候更要锋利了 自媒体时代下 企业危机有了源头无处不在 身影无处遵行 危机信息难以识别等等特点 在新时代下 传统的危机管理方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第一 危机源头无处不在 CNIC在第44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指出 截至2019年6月 中国网民规模达到8.54亿 自媒体的传播速度使得任何一件小事都可以在短短几分钟之内 传遍世界各个角落 形成强大的舆论流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微信 微博 贴吧等自媒体平台 发表相关危机事件的言论 使事态不断扩大 甚至演变成一场难以收拾的危机 第二 身影无处遁行 从传统媒体的一对多到自媒体时代的多对多互动 在保证了信息传播的双向互动前提下 也不限时空的最大程度的传播到每一个自媒体账户上 每一个自媒体平台都扮演着一个扩音器角色 不仅促进信息的多次传播 而且大大拓宽了传播范围 第三 信息没有价值 著名诺贝尔奖获得者霍文克·西蒙曾经指出 随着信息的发展 有价值的不再是信息 而是注意力 在信息爆炸自媒体时代 最重要的资源既不是信息传播载体 也不是信息本身 而是用户的注意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 微博热搜新闻头条 几乎被明星谈恋爱 机场拍照 粉丝偶遇等占满了 而那些正在为全人类的幸福 甚至命运贡献的科学工作者 那些为了和平而战的老兵们 就显得有些暗淡失色了 因此有了将军坟头无人问 细子家世天下知的声讨 各个媒体都在争先带节奏 造成网络信息过剩 信息价值稀缺的状况 既然有了挑战 势必也有应对策略 麦当劳315曝光事件 马航MH370失联事件的曝光 是自媒体环境下典型的公关案例 其成功失败的经验和教训 都是值得企业公关学习或境界的 首先树立全员危机意识 电影《天下无贼》里有一句台词 人心散了 队伍不好带了 人心散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而是一个通过日积月累的 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人心散之意 聚之难 要树立全员危机意识 首先要聚拢人心 员工缺乏危机意识 并不是空穴来风 而是由企业的深层次矛盾 所决定的 企业制度不健全 管理混乱 最终文化氛围不足 造成员工危机意识不够 全员危机意识的树立 还需要从领导支持而为之 立制度宣传而次之 讲诚分明来收尾 这三方面着手 首先领导要做好 牵引带头的工作 领导正如火车头上的一面旗帜 试想 一列火车长度越长 车尾就离车头越远 而当有一面鲜明的旗帜 总能让后面的部分 遥遥相望 步步紧跟 仿佛一支 有着共同目标而前进的站队 然而 仅靠领导的组织与支持 是远远不够的 没有危机意识 是长期积累的过程 在改变的过程中 需要讲策略 讲方法 首先根据企业管理现状 制定条款标准 同时条款标准需要逐步加强 制度生效后 开始试运行同时 根据学习情况 对员工进行培训 通过员工大会和其他渠道 把守制度的榜样 和以身试法的 反变例子进行宣传 确保每一个员工 认识到公司实施 制度管理的决心 逐步增强 对其制度的敬畏至今 其次 要做好舆情监测工作 在自媒体时代 舆情监测则是针对在一定的社会时空内 围绕危机事件的发生 发展和变化 对用户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 于网络上表现出意愿集合而进行的计算机监测 很多舆情监测软件也大有市场 如 英机 美亚 舆情通 舆情监测工作需要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过滤用户指定平台上的信息 如微信 微博 知乎 平台媒体 或搜索引擎 必要时需要选择专业的舆情检测系统 身处信息过剩的时代 想要一条一条的去过滤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通过检测分析结果 发掘有价值的情报 负面的舆情及时处理 遏制危机爆发 对于恶意负面的舆情 需要使用法律手段和各种平台的规则 通过投诉来进行处理 最后要及时引导正面舆论 针对这些负面舆情 企业首先需要以统一的方式来做出响应 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损失 在危机事件中 首先要端正态度 积极处理 迅速的对危机做出相应的解释和定性 态度往往比技巧更能抓住明星 同时要在负面事件中 找出正面情节作为突破点 及时的引导正面舆论 在黄金四小时内化解舆情危机 避免事态向消极的方向发展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去年在微博上发生了编剧66 指责京东涉嫌售买假货事件 事情发生后 京东即刻在官博回应66 辩解称并非假货 而是在发货过程中出现了失误 与此同时还谴责66严重损害了京东平台的信誉 将采取法律手段进行维权 但是该回应引来了一阵嘲讽 更是引起了广大网友的不满 京东官方微博下大量网友留言都说 曾经遭遇过购买假货的经历 舆情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 京东CMO徐磊迅速在个人微博中反思 并将其顶制 这才让舆情开始有了反转 正如《乌合之纵》中所说 群体总是被情绪驱使 越激烈的情绪越可能收到群体的欢迎 群体往往更关注情绪和情绪表达方式本身 而不在乎背后的证据 事实或逻辑 在激烈情绪的推动和传染下 群体非常敏感 并倾向于尽快采取实际行动 自媒体时代背景下的危机防不胜防 信息堆积 用户人云亦云 企业要在垃圾信息中擦亮双眼 应对危机挑战的同时 加强监测 积极处理 好了同学们 自媒体时代背景下的危机沟通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 下节课再见